美国经济只是要AI了吗 我这边就是要来跟大家来分享 现在的在美国市场当中 所呈现出来的那一个分化的现象 如果非AI的公司 没办法很快的跟上的话 我认为会出问题 就是说人工智慧确实是一个 我从去年初开始 我就不曾改变过对于AI的 这个就是看好度 我认为AI确实改变人类 而且改变的速度可能会非常的快 但是大家想象的AI 可能会跑得比它实际上能够改变的 还要更多 那终究会必须要回归到现实面 可是回归现实面 并不代表我不看好它 而是它现在也许 有一点过度反应 而其他的部门跟不上 这一点在美国是如此 其实在台湾更是如此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谈 这个就是整个的 偏离到整个一个 一个小部门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要来谈 现在在大陆 我是一位大陆台商跟我提的 就提到北大的教授周奇仁 在这个习近平呢 到山东济南调研的时候 然后举行了一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其实确实是不寻常 因为你看到习近平他从2013年上任 接国家主席到现在11年的时间 他一共只开了 连同5月25号这一场 一共三场 2018年开过第一场 2020年COVID-19开了第二场 这一次是第三场 你就知道它的这个重要性 而这里面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叫做周奇仁 整个大陆的台商圈 都在热议这个人 包括了大陆的企业圈 也都在热议这个人 我们等一下来谈 他要释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讯号 好 不过我们就先从 这次新闻开始好了 这个其实我们觉得说 科技很热很热很热 但你要注意 现在的科技热 热到只剩下半导体吗 这是瑞税银行 他所做的一个分析 就分析到说 现在即便在科技类 你知道在标普500当中 分成11大类产业 可是这11大类产业当中 它没有半导体类 它也没有什么这个软体类 它有一个大类叫做科技类 那么科技类当中 你会发现半导体一支独秀 而软体甚至于是跟不上 这里面他举了几个具体的数字 他提到说 iSherps的科技软体类ETF 今年以来是跌4% 那远不如标普 今年以来涨11% 那你说是不是去年涨太多 它去年涨了19% 可是标普过去的12个月涨26% 所以它不管是去年 一直到今年 它的涨幅都不如标普 不要讲说不如半导体 是不如标普 可是在半导体类的部分 费成半导体今年大涨了23% 相对于软体还跌了4% 而过去12个月 半导体就要增了48% 所以我们虽然觉得说 科技强科技强科技强 可是你会发现 就连在科技类当中 都区分成为半导体 或者是晶片类 以及软体类 我们认为AI 未来最重要会影响人类的 一定是在软体演算法 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却发现到说 软体到现在没有跟上 对我来说 这个是在AI这个领域当中 一大警讯 那因为 好所以这里面硬体很强 软体相对还没跟上 而硬体强就会强在哪里 强在台湾 强在韩国 所以今年韩国跟台湾一样 都是表现得非常好 那都跟硬体强 有很大的关系 好 那么如果我们把 11个产业 就标普分的 11个产业来分的话 其实现在在标普当中 科技股所占的比重 也是非常的强 高达百分之三十 你要注意哦 就是现在前七大科技公司当中 并不是全部都归类为科技类 这里面哦 比如说像是 这一个亚马逊 亚马逊是被归类为 非循环性类股 那比如说像是阿发贝 它是被归类为 通讯类股 所以真正被归类为 科技类股的 主要就是 微软 苹果 以及 这个NVIDIA 也就是挥达 只有这三家公司 那前七大当中 只有这三家 是被归类为 科技股 那这到底 有没有集中现象呢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你就会感受到 这个是 十一大类股 我们把十一大类股 然后呢 每一类股 它都有它自己的指数嘛 去除以标普五百指数 看它得出来的比例是多少 那你要注意就是 这所有十一大类的 除起来的比例 不会等于一 因为标普五百指数 并不是把 十一大类的产业的那个 那个类股的 那个指数 加总起来 就等于标普的指数 它不是这样算的 所以呢 加总起来 不会等于一 可是你可以看趋势 这个趋势是从 1990年代 开始到现在 所以已经是 三十多年的趋势 你会发现 这十一大类股 一旦出现了 极端分化的时候 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最明显的例子 我现在标了两个时间点 一个就是网路泡沫的时间点 网路泡沫的时间点 你注意一下 这整个黑色的这一条线 突然之间比其他的都表现强非常的多 事实上在这个时间点 其他的十一大类是微幅下跌的 可是指数大幅上涨 都是由这一个指数带动 是什么指数呢 一对照科技类 它的比例高达百分 0.64% 就高于所有的其他 其他大概都0.1 0.2这样子的一个范围之内 好 接下来再来看到 另外一个出现高峰期的时间点 是在2008年 这个时间点是2008年的6月 眼看着后面呢 就是这个就是雷曼兄弟即将要破产 好 那是9月的时候嘛 6月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高峰点 这个高峰点呢 是能源类股来到0.49 当时的油价 西德州原油一桶147美元 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历史的天价数字 那那时候能源类股吸纳了所有的资金 那其他的呢 则是要不就是平盘 要不甚至有点下跌 最后分化之后撑不住 就发现了金融海啸 当然不是说这个指数高 就一定是会下跌 可是要注意这种分化现象 能够撑多久 我们现在来看现在的状况 那你更可以清楚的看到 那个分化之后科技类股的一支独秀 这个数字甚至于高于网路泡沫之前 对不对 所以这种分化的状况 以目前的态势来说 是算是一种空前的状况 就是你看到其他类股 在这一段期间 要不就是停滞没有动 要不就是呢 其实变化幅度不大 可是科技类股 科技类股当然不是只有半导体 但这科技类股 那一支独秀的状况 就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就接着就要来看到的是 而这种科技类股的分化 在科技类股自己本身又分化了 我们就来好 所以因为这种分化 所以我们来看到 他这个图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标普500指数里面 一共是503家公司 他不是刚刚好500家 现在是503家公司 这503家公司当中 目前的股价是在50日线之上 或50日线之下 那50日线在台湾 我们不是50日线 我们是叫做季线 那如果是 那美国他们都是用50日线 所以你就把它当成是季线 那在台湾的金融市场也是一样 就季线是一个生死线 就是你如果跌落了季线之下 你大概整理时间相当长 你如果站在季线之上的话呢 可以一路的相对来说 比较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可是你发现 这不是绝对数字的问题 而是大盘现在是在历史高点附近 你要注意它是历史高点附近 因为它在历史高点附近 可是有一半的公司 一半的公司是在季线之下 这什么意思呢 假设说你现在是历史低点附近 那结果有一半的公司呢 在季线之上 那很好 表示说现在领先个股已经出现了 可是现在是在历史高点 理论上来讲 大家都应该在季线之上 或者只有少数在季线之上 可是现在的情况不是 现在有一半的公司 是在季线之下 它就再次的佐证了 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分化的一个状况 而这分化在科技公司当中呢 还是NVIDIA一枝独秀 我们来看 这是今年以来 科技七雄他们的总表现 到目前为止 就最新的数字 到今天凌晨为止的最新数字 NVIDIA涨了将近140% META涨了37.89% 所以刚好NVIDIA的涨幅是META 再多一倍 多一倍 Alphabet25% Avison19% 微软我们觉得 它已经是AI受惠股了 但也只有11.5% 苹果算是AI受害股 它能不能够在下半年 因为推出AI手机 而有所转环 是很重要的关键时刻 那可是你看 今年以来只有涨4.52% 其实特斯拉是拖累的 它跌了29% 所以大家在去年的时候 都说科技七雄 或者是说在过去这 就是COVID-19以来 大家说科技股 然后就是带领着美国股市上涨 可是今年的状况 是就连科技股都只剩下 回答一家 所以它是分化之后 它集中集中再集中 最后集中到 AI之王 回答 它当然很厉害 它当然很棒 那问题是这种一支独秀到底能够撑多久 别人如果跟不上 它能够撑多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所以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我没有我不觉得说NVIDIA的表现呢 好像有超过它的营收获利 它的营收获利是远超过它的股价表现 而且呢 半导体未来是真的很被看好 我们来看哦 就是跟这个 这个根据这个IBS这一家智库 它所做的统计 它的计算 它认为到了2030年 也就是六年之后 估计全球的半导体获利 可以达到1.2兆 美元很高 其实是很高 而且是比现在来看的话 是翻倍 所以未来短短的六年的时间之内 它可以翻倍的获利 那看好半导体 当然是合理的 只是这个看好半导体的背后 如果其他产业都跟不上呢 那这点让我觉得很 很很怎么讲呢 我就无法解释 就经济啊 如果无法滴漏到相对普及的话 它就会一个产业 要能够一支独秀 我觉得在历史上面 很少能够撑得住的 还没有看过撑得住的案例 到最后一定会出现 大幅度的修正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说 它的你看好 我们说半导体很强 可是半导体很强 当中呢 只有NVIDIA一家强 我们来看市值 目前NVIDIA的股票市值是 2.7兆美元 那这2.7兆美元呢 你现在看到这个框 加起来是2.7兆 它呢 这2.7兆什么意思呢 把剩下来的八家 全球的半导体强 强的非常强的公司 包括了比如说 这个是台积电 TSMC 这是台积电 这是艾斯摩尔 我们知道光客机的 这个最强的一个公司 再加上三星 然后再加上超微 然后再加上高通 然后呢 再加上英特尔 再加上这个海力士 麦克风 这些全部加总起来 它们还不到2.7兆 这些是 就是它的第一名的市值 是比2.3.4.5.6.7.8.9 加起来 都还要来得到 所以我刚刚讲的 就是那个集中 再集中 再集中的AI现象 到底能够撑多久的问题 而另外一方面 其实过去这两个礼拜 有一些讯号 让我是有点点担心的 这些讯号 刚好都集中在上个礼拜提出来 包括了就是 美国第一季GDP 下修 计增年率1.3% 就是今年第一季 跟去年第四季相比 那计增 然后再换算成为年率 它下修 从原本的这个1.6% 那下修为1.3% 当然比去年第四季的表现 也是差非常的多 它下修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消费支出 比预期要来的疲弱 我们再来看和皮书 和皮书呢 一个月有一份 就美国联准会呢 他们每一个月就各地区 他们有12个地区银行 他们的地区的联准银行 就会在地方上面 去做访问调查 然后去调查 经济上面的状况 因为美国中就太大了 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都一样 我觉得这么大的经济体 它一定地区上面 会有很多不一样的 发展的速度 所以你一定必须要小心掌控 每一个地区发展速度 不一样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到各地区去调查 调查之后发现呢 就是他们最新的一起和皮书 就上个礼拜三 美国时间 美国时间 然后台北时间 礼拜四的清晨 才公布的和皮书 这里面呢 说经济活动持续扩张 但是企业对于未来展望的 悲观情绪升温 主要就是认为消费力道跟不上了 所以两个状况是有一致性的 上个礼拜五 美国在公布了个人消费支出 个人的所有的相关经济数据 包括了支出的数据 所得的数据 还有通膨的数据 它的通膨如预期 有一点放缓 所以这件事情呢 大家理论上本来应该很开心 因为觉得降息有机会了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讯号 让大家担心 就是消费支出意外萎缩 所以就是美国的高利率 再加上低储蓄力 能够支撑美国的消费者 花花花买买买 到什么样的程度 因为现在他们的各种债务的违约率都在上升 虽然没有到2008年之前那么严重的状况 可是那个上升这件事情 能不能够使得他们的消费力道还继续的持续 这就是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刚刚所提的所有的现象 就是你看到美国这一个一支独秀就除了AI 你看到每一个环节 包括了软体也没有跟上 包括了其他科技公司也没有跟上 那其他的经济项目也没有跟上 这一种分化的 就是我们讲说两条腿走路 如果只剩下一条腿越走越快 而另外一条腿还在往后侧的话 这个人劈腿是劈不久的 对 这我一直觉得经济上面 不要期待劈腿可以劈很长的时间 这个是美国的状况 除非其他的产业全部跟上 否则的话 我们单靠AI要小心它的拉回 那这是今天早上最新的这个状况 这是ISM 就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他们就会有一个最领先的指标 就是采购经营人指数 那这他们是到地 到这个他们有一些这个指定的一些企业 他们就去访调 就你对于未来订单的这个看法 然后雇佣的状况的看法 新出口的订单的状况 存货的状况 合并起来所编列的一个指数 算是一个最领先的一个指标 因为是采购第一线的人 回答你这些问题 那结果呢 这个制造业指数很意外 因为原本预期 应该可以回到50之上 就他不但没有回到50之上 他反而更大幅度的滑落 就是只有48.7 但是中国回到50之上 哎中国很好玩哦 官方是低于50哦 但民间版反而高于50哦 财新到51点多 就是我觉得那个 大陆的状况也很有意思 就是如果今天是官方版很好 民间版很差 他们就会说官方版造假 可是现在的状况刚好相反 官方版是滑落的 可是民间版确实很强的 那这背后当然有一个讯号 因为他们官方版调查是大型公司 而民间版大型的是调查的是中小型公司 所以中小型感受到回春 而大型公司反而觉得压力还是非常的大 那是大陆的状况 可是美国的状况不一样 就是因为ISM 他比较没有像那个大陆的那种官方版民间版的问题 他有一个就是他是美国供应管理协会调查的嘛 那另外有一个是S&P Global 他在全世界调查 那S&P Global是上升的 他的调查结果是上升的 可是因为我问过美国的研究者 他们说ISM相对于S&P Global是比较准确的 我今天讲这个东西是我一时以来都告诉大家是这个状况 所以在ISM他的数字最好的这一段期间 我也说那你也不用担心S&P Global 可是呢现在的状况就是 S&P Global看起来是乐观的 可是ISM的制造业指数 其实相对悲观 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最新的一个数字 这是美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那个集中在集中的现象 而台湾其实也是集中在集中 昨天很有趣啊 昨天台北股市大涨了362点 那一方面亚洲股市普遍反弹 但更重要的是 就是黄仁勋只要点名了 就通通大涨 而且你知道他点名了40多家的公司 结果呢昨天一开盘的时候 20家涨停板 就知道说他的金手指的威力到底有多强 那我当然必须要说 就是说这里面有情绪的成分 就过度乐观 所以今天就拉回一半 那拉回一半也合理 并不是说真的看坏 可是我要谈的并不是黄仁勋现象 我要谈的是我们的半导体现象 其实台湾在过去这将近十年的时间 我们的整体的经济表现 过度集中半导体 其实已经导致我们现在 可能其他的手脚都废了 只剩下一条腿 现在半导体产业的产值呢 占整个的GDP的比重 已经是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一了 可是你要注意他的从业人员只有三十多万 我们的总共就业人员 就业人口数是一千一百多万 那他只占了三十二万 可是他的GDP的产值占比已经高达了百分之十三点一 这十年来成长非常快速 所以就是有一千一百万人如果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不好是对的 基本就是这样吧 好像有点道理 对啊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状况 那时候我就去找财政部统计处的进出口贸易资料 他的贸易资料里头 你去看那个绝对数字 我就去比较 民国一百零二年 也就是二零一二零一三年 一直到去年 一百一十二年 也就是二零二三年 你就发现到说 我们有两个产业是成长非常快的 他这是按百万计码 百万千万亿十一百亿 我们在十年前的时候 电子零组件八百零五亿 最新的数字一千七百八十七亿 嗯 翻倍 而且这还是因为去年衰退哦 今年看起来成长会更快哦 所以今年会远远超过一千八百亿 也许会达到二零二年的两千亿 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美元哦 美元哦 而资通讯产业 从三百一十亿 到现在是八百三十三亿 嗯 都是成长最快速的 可是 你放到其他的产业 你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像比如说基本金属 它是两百七十七到现在两百八十七 嗯 几乎没有成长 两百零九到现在 是两百零 这个机械两百零九到两百四十二 然后塑像胶 两百四十到现在只剩一百九十九 嗯 那么就实化产业很惨 化学从两百一十八到一百八十四 光学以及精密仪器 两百二十三降到一百二十九 嗯 这很惨吧 然后呢 矿产类 两百四十三到一百四十六 它里面当然主要是实化产业 电机从一百三十七降到一百三十一 运输工具从一百一十 虽然增加到一百二十四 可增加幅度非常少 仿制更就不用讲 反正仿制几乎是要占 你看到说 除了电子 每一个产业其实都是萎缩的 嗯 或者是只有小幅成长的 所以我请同事嘛 去把那一个就是比例啊 去做了一个统计 你看到在一百零二年 就二零一三年的时候 电子零组件在我们出口的总比中 是百分之二十五 嗯 现在已经百分之四十一 这还不是电子的全部哦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资通与视听产业 这也是属于科技业 从百分之十 上升到百分之十九 所以现在的台湾哦 从十年前的时候 是百分之三十五 跟科技有关出口 现在是百分之六十 我们就只要 我们除了这一些 电子零组件啊 资通讯这些 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产业 嗯 我特别提一个产业啊 就是机械 机械业 为什么要特别提 我印象很深刻 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当时哦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重心的 福祉对象就是工具机 嗯 因为我们认为工具机是很有机会成为台湾下一个造源产业 所以那时候包括EKFA这些其实 我们谈判到最后关头 聚焦的就只剩下工具机 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求要开放工具机 嗯 除了农云农云产品 这些要照顾弱势的农云民之外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工具机 可是你看到十年下来 这个工具机这件事情 机械 我们是有微幅成长 好 从200亿 209亿 嗯 上升到242亿 已经是电子科技以外 嗯 表现还不错的了 可是它成长的幅度这么小 所以它的占比 其实从7%降到6% 嗯 好 然后呢 你再看到的是精密 光学以及精密 其实本来也是我们要发展的重点 从223 现在EKFA降到只剩下129 嗯 所以 很多学者都提到说台湾有荷兰病的问题 荷兰病是说 你可能有单一产业很亮丽 然后就好像是一个 这个亮丽的一个 一个一个物 然后就把大家都照在一个亮丽的外表之下 可是里面有很多产业的萎缩你看不到 当年荷兰就是因为发现到了北海油田 就整个的这些能源相关的产业就很夯很夯很夯 就其他的产业都在萎缩 那你 那学者说台湾有荷兰病的时候 央行就跟你说 没有没有没有 进一步就跟你讲说没有没有没有 那十年比较下来 我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人认真做这个比较 你十年比较下来 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真的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 还有一些解释是更简单 就是说这些会微缩的行业 嗯 之所以 之所以微缩之所以呢这么的惨 是因为你们都太轻忠了 所以你们都微缩了 像半导体就没有 所以他他就没有微缩 谢谢你啊 对我们一些一些国国师都是这样子说的 对比如说像谢先生之类的 对很多的国国师都这么简单的告诉你 你会微缩是因为你轻忠 那你要知道那些精密仪器啦 或者是石油炼制品啦 运输工具啦 电机产品啦 他并不是以中国大陆作为主要的市场 嗯 好那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来谈的是那一个 集中再集中一下 台湾集中本身啊 还不会产生大问题 他产生的问题不是 他产生的问题不是经济上面的影响 他产生的问题是 我们集中在某一个产业 其他的产业会有相对剥夺感 那他们没有发展的空间的问题 那美国的集中现象是他撑不久的问题 因为美国终究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今天谈美国跟台湾的集中现象 嗯 我给大家因为因为现在 父亲刚讲的数字都很清楚的 就是AI AI掩盖了一切 就是因为AI太亮 太亮了 所以在AI底下的所有东西都不会被被被看到 那这些现在很黯淡的 因为就是灯灯下黑了 简单讲就是灯的灯下黑 因为AI亮到不成比例 所以使得不管你从资本市场的表面 或者是从产业面或者是从分配面 你都会发现 美国的严重的失衡已经摆在那地方 那在过去我们平常 平常在 在比较概念性的理解 美国这个全球的最大的资本机 这些机器 大家讲的所谓的所谓的七巨头 其实你会发现根本是1.6巨头 就是1跟每个都0.1 就1.66巨头而已 剩下的6个其实几乎是不动的 那现在就只想AI 但是你光靠AI 你终究会面对到一个问题 你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产业 它会以这种惊人的速度 不断的往前冲 而后面是没有人跟得上的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在所谓的高科技的半导体的 电子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留下了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就是它的毛利 绝大部分的利润 都集中在半导体业的本身 而其他相关的配套性的这些产业 它所能够分到的毛利 真的非常少 连毛三道四都快谈不上 那这种的分配 就是在一个产业链里面 可是除了半导体 或者未来的AI 它几乎把所有的利润 都抓到它自己的手上 所以在整个利润的分配上面 表现的非常非常差 因此你很难说 那我跟着AI一起上来 很少 非常少 除非你就是在那个产业里头 所以你今天就算是 黄仁勋你点名的 好吧 你点了三十几家 你点了之后呢 都跟点上来 可是它在台股的集中市市场里面 其实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那大部分的产业 其实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认为大部分产业 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AI的时代 是没有想法的 也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接触面 可以开始为AI时代 的我的产业做准备 所以在AI的 AI往前走的时候 目前大部分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对AI在往前走 会看到什么 其实大家是缺乏想象的 也无法想象的 只知道说 OK将来 大概 大概AI会 它的应用 应用端会有很多的表现 可是在现在的产业面上面来讲 是看不出来的 大家想象力是跟不上 所以大部分的产业 都是因为缺乏想象力 在资本市场 缺乏想象力 它就不会有表现 再加上实际的财报 不能说不好 但是没有像是AI这么的亮眼 而所有的AI里面 又集中在NVIDIA一家上面 它其实失衡的 已经非常的明显 台湾固然现在看到 黄仁勋很兴奋了 当然有很多种的原因 可是类似美国那种情况 在台湾也一样 那这种的失衡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AI AI的那种的信心出问题了 我不是认为说 它没有 我说信心也出问题 它动能没有了 市场当中呢 就没有方向了 没有温温度了 那会怎么样 那刻呢 可能是大家现在比较担心的 所以我认为现在大家 看着整个市场的走向来 来讲 是有些不安的 但是又觉得它很热 你不能不跟 可是跟了会走到哪里 就不吃到 你不用再吃回去吧 你不用再吃 就是你把我独装 那把我独装 就行 agu 就行